在Viver Sun 限制区 其中一个经常见到的品牌 一定飞加拿大Bruzan莫属 我经常见到很多朋友在用 甚至是推介这个品牌的产品 今天试试的是Note 2 其实之前也有 不过这个是2021年的新版本 大家好,我是艾比,欢迎来到FeverSound.com 正式开箱前提醒大家 如果想接收最新的影音资讯 产品评测或教学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FeverSound.com 的YouTube 频道 追踪我们的IG、订阅我们的Facebook 有最新的影音资讯都会在这些社交平台和大家分享 今天试试的是加拿大Bruzan 2021年Note 2的版本 究竟规格上有何不同 之后再谈 开箱看看里面是如何 包装盒上跟之前的分别不大 其实它是一款无线的音乐串流器 机质看到很多重点 支援AirPlay,有MQA对应 当然是内置了BlueOS他们自己的作业系统 亦有APTX HD的蓝牙无线串流接收 当然要有Wi-Fi Spotify Connect也有 正式开箱 上面当然有快速设定的简介 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BlueOS的产品 都可以看看这本 然后这里是各种线材 包括有电源线、Line线和红白线 现在的产品有齐了 这些配件都比较难得 之后还有一个3.5mm转光纤的转叉 之后这里是机身的真身 看看机身的真身 也有个绒袋包裹着 这部机身 依然是一贯Note的设计 也是一个很薄身 但是很重手的一部机 然后看看机背 这部机身是8字的电源头 然后有HDMI EARC的输入 因为可以给你接触电视 Line头和USB 红外线的输入 光纤的输入也有 有3.5mm的光纤输入 还有一个光纤输出 所以刚刚跟机的摺头是给你输入用的 同转的输出 然后超低音的输出 以及RCA的输出 部机的设计在加拿大设计 新产是在中国生产 现在跟大家交代 新版和旧版有何分别 以及显示上有何玩 再继续看下去 Busun 新一代Note 串流播放器 采用了全新的32bit 384kHz DAC 以及新一代的ARM A53 1.8GHz 四核心处理器 根据厂方所说 它的运算速度 比之前Busun 产品快百倍 而令Note 出来 可以支援24bit 192kHz PCM 解码之余 亦最加对应MQA 解码 无论串流播放传输入的歌曲 以至使用Tidal这类 提供MQA串流的平台 亦可以玩得更尽 而与之前Busun 产品一样 新一代Note 亦仍对应 Apple AirPlay 2 以及双向APTX HD 拿来5.0无线串流播放 播放电话播歌又可以 播放耳朵听歌亦可以 还加入HDMI EARC 输入端子 当电视机播放信源也没问题 Note 的机面 亦加入了触控面板 除了有全感器会在用家 近接近这部机器时 自动亮灯之外 可以直接做播放暂停 增减音量等操作 还有5组预设的按键 让你设计不同的播放信源 不用下入App 选择一轮才有听 而强大的Blue OS 亦可以令你一个App 已操控到全屋的Blue Sound 产品 组成了一个Multi-Room System 亦可以在In App 登入不同的主流串流平台 由Tidal、Kubus 到Spotify、甚至KKBOX 都可以 至于接播端子方面 除了之前提及了HDMI EARC 外 这部Note 的数码输出还有干纤同族 而无疑有立体声和超低音的RCA 输出 基本上是一部配套非常完整的串流播放器 规格大致说到这里 现在与大家示范一下Blue OS 在这新一代的Note 里 可以如何玩 这些选择的选择 用得这些串流播放器 或者Blue Sound 的产品 相信它这个操控的App 也是非常重要的 究竟在Blue Sound 这个App 里 用家可以做到什么呢? 现在跟大家简单示范一下 进了App 后 你就会看到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主界面 就是播放的部分 然后右边的屋子 就是你正在连接的Blue Sound 产品 例如今天试试的Note 在我的播放器上 就会看到Note 这部手机 然后左边的标准 就是各种源源 包括南亚、HDMI、ARC 又或者其他音乐串流服务 究竟有什么音乐串流服务 可以在Blue Sound 里建立了呢? 其实几乎最大路使用的都会看到 例如Hi-Fi 发烧友会比较喜欢的 就有Kubus Tidal 以至一些收音机 例如TuneIn 还有一个近年我都会常用的 就是一个叫Radio Paradise 的频道 它是用MQA 做一些串流播放的 也是一个Free的服务 听开广东歌的话 用KK Box 都可以建立了在里面 所以在服务上 香港用家来说 都已经非常熟悉 订阅了之后 就已经可以在Blue Sound 的产品里播放 例如我试试用Tidal 来做示范 之后它会跳进Tidal 的订阅界面 进入你的用户账号和带号之后 其实就已经可以直接在Blue Sound 这个APP 就用到Tidal 例如你所有的订阅 以至是你的Pay list 都可以在这里看到 另外在左边的标准里面 你还可以做一些预设 就是机身的五个预设的按键 都可以在这里做相关的设置 例如你想有一个预设是Radio Paradise 设置完之后 你按机身的1 就可以直接播放Radio Paradise 的歌曲 你按时就会有一个MQA 的标志 证明它在用MQA 做一个串流 现在在设置里面 还有些基本设定可以让你做到 例如你进入播放器 你可以设定机身的指示灯的亮度 以及一些声音微调都可以在这里做 例如高音低音 加不加独立的超低音扬声 以及一些歌曲增益都可以在这里设定 另外如果你是搭配一部合拼式的扩音机 或者你有前级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里设定为固定的输出水平 即是把音量交通过去 给你的抗音机做控制 但如果你是搭配一些Active 喇叭 又或者一些后级的抗音机 那你就可以从Loop 来做音量的调节 其实刚刚的相关设定 你可以右边这个屋子 然后进入这部机 再选择三点的音频设置 其实都可以出现刚刚我们在主选单做的相关设定 App 示范大致上到这里 首先谈谈串流音乐播放器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元素 就是它的操控APP Blue Sound和NAD 都一样用了Blue OS 这个APP 去做操控 而试机时的版本达到3.16 这个APP我觉得容易上手之余 在不同的装置 例如智人电话、平板电脑 甚至是真的电脑 其实整个操控体验 都不会有很大的分别 令你在家用时 即使用一部机器 就可以操控到Blue OS 的产品 整体的感觉真的挺爽 然后它都陷入了大部份香港玩家会用到的串流平台 亦是这个Note 的最大卖点 因为这样做之后 令你的Tidal、Kubus、Kibox、Spotify 的歌库 可以混合来用 而且在界面上 亦会显示你播放的是哪个串流平台 它是播放CD Quality、Hi-Res、还是MQA 都可以在这里全部看到的 如果个人自私来说 它可以显示这个sampling rate 以及在接近Lars 时有更简单、直接的方法 我觉得这部机器更完美 另外值得一提 就是今次Note 2021 版本 已拿出Woon Ready 的认证 除了可以兼容入Woon 系统架构外 亦可以在Woon 软件中看到Signal Path 亦有相应的器材显示在Woon 软件中 使用Woon 的朋友,亦可以选择用这个软件 去操控Note 2 这部机器 一样是很方便的 至于声音表现方面 现在不少的AVM 以至All-in-One 的音响产品 其实已内置了Streaming 功能 与这些机器比较的话 我觉得Note 2021 版本 这部机器的声音 在动态和细节分析力上 都做得挺不错的 但并不是一听Hi-Res Audio 时 会有戒耳、线条、细节飞出来的感觉 属于一部暖声、有音乐感 而且是耐听取向的器材 如天牙落盐 以后更当下 眼泪抹掉反应 谁人和喜剧场 百万人滴着泪虚 这动人惊慌 热情感不用多 但你听歌时仍可以很轻松地分辨到 不同歌曲的录音质素的高低 以至立体感上的分辨 但又不会令你分心惦记听这些音效的元素 所以仍然令你很投入地听歌 整体来说, 质素 我甚至觉得可以拍摄一些万元级的串流播放机 也绝对不会处于下风 我觉得它的声音表现当真不错 而另外还想说的是 在NodeTic 这部机器 接拨端子上 其实你要Analog 输出 你要Digital 输出 甚至可以做电视机和扩音机的调量 以至之后还会追加USB Audio 的功能 令你可以在桌上拨一部USB Deck 当它是Source 用 也绝对没问题 如果你像我这样玩开Headfire 这部机器做Source 还可以 所以在功能全面性上 亦是NodeTic 2021 这个版本 是另一个值得赞的地方 那快乐 潜伏企业 无限之去疮 时间都超约的感觉 由嘴变最熟心情 迎三刀放置 Buzan Note 2021 版本的评论 大致上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拍影片的朋友 点赞,还没订阅频道 可以按订阅 按订阅后,按右边的小铃铛 我们有新影片便会通知大家 上次郭仁先做NAD 产品 今次我做了Buzan Note 2021 版本 其实紧接时 我将会做PowerNote 即是它有抗音机全新的型号 PowerNote 2021 版本的评论 紧接便很快便送给大家 有兴趣的朋友 记得继续留意我们的YouTube频道 今天说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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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